谢霆锋 张柏芝与王妃三人之间的爱恨情仇 可以说是横跨了二十年 王妃与张柏芝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佼佼者 歌迷 影星无不为之倾倒 都可以说是一代天后级别的人物 而谢霆锋从一个众人眼中的坏小子叛逆男孩 到今天的成熟男人 她究竟有什么魅力能与两位天后纠缠至今呢 谢贤作为谢霆锋的父亲 更是大张旗鼓地宣告 自己只认张柏芝一个儿媳妇 王妃作为引领一代华语流行乐的女歌手 在音乐圈可以说是老祖宗级别的存在 地位高度令人望而生畏 王妃凭借容易受伤的女人 开始展露头角 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1993开始 王妃大胆尝试新的音乐风格 七碗缠绵的歌曲 配上她那空灵清冷的嗓音 如梦似幻让人沉醉 一举打开了流行乐飞逝风格的大门 给流行乐注入了崭新的火力 1994年 年仅25岁的王妃以天空这一专辑 获得十大竞歌金曲颁奖典礼 最受欢迎女歌星奖 同一年 她在香港红看体育馆 举办18场最精彩演唱会 一举打破香港歌手初次开演唱会的场次记录 不仅场场爆满 更是凭借大胆前卫的造型风格 进入了很多时尚圈大佬的视野 自此 一个王妃的时代正式拉开序幕 1996年 王妃凭借专辑浮躁 成为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华人歌手 1998年首登央视春晚 留下了传唱至今的经典歌曲 《相约1998》 她的专辑畅销中国、日本、新加坡 发行量张张罢榜年度销量冠军 千禧年间更是以970万的唱片销售总量 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评为最畅销粤语唱片女歌手 与她红红火火的事业相反 她的感情生活可谓是一波三折 年少时她疯狂地爱上了黑豹乐队的窦维 她大胆示好 毫不避讳地追求她 虽然窦维很动心 但她当时有正牌女友 三个人在这段不健康的感情中纠缠了许久 最终窦维还是和王妃在一起了 后来二人凤子成婚 生下了女儿窦静童 但是最终这段婚姻以窦维的外语而终结 在对婚姻的失败尝试后 王妃将自己的心思更多地放在了事业上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 她结识了当时的当红叛逆小子谢霆锋 谢霆锋很快敲开了她的心门 但是相差11岁的年龄 使得外界对他们并不看好 二人的恋情在两年后草草收场 彼时李亚鹏还只是个王妃的小哥尼 她煞费苦心在一个麻将局上 与王妃成为了朋友 默默开启了自己的追欺之路 功夫不负有心人 李亚鹏终于赢得了王妃的芳心 2005年二人低调完婚 许是因为王妃也知道自己太过强势 个性倔强叛逆 才使得自己的两段感情都不太顺利 在与李亚鹏的这段恋情中 她付出了很多 不仅选择淡出歌坛 也回归了低调的生活 俨然一对平凡夫妻的幸福美好 但其实 二人的观念思想相差很大 李亚鹏往往跟不上王妃先进潮流的观念 生活中也多有分歧 王妃提出了离婚 这段八年的婚姻就此终结 如果说王妃是几代人心中的歌坛天后 那么张柏芝就是影坛中无数人的梦中女神 张柏芝1980年出生于中国香港 在澳大利亚完成学业 1998年 18岁张柏芝凭借一支柠檬茶的广告 正式走进人们视野中 同年 她被周星驰发掘选中 出演喜剧片电影《喜剧之王》中的柳飘飘一角 一举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奖提名 在《喜剧之王》后 她接拍了爱情文艺片《心愿》 并演唱了主题曲《心与心愿》 交好的容貌和清新有故事感的嗓音 也让她同样得到了乐坛的青睐 1999年 出道仅一年的张柏芝就凭借新愿 获得了第十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奖 而后更是向国际影坛进发 张柏芝出生于香港 母亲有英国国籍 父母离婚后 张柏芝就跟随母亲去了澳大利亚 也正是在充满移民 文化大融合的澳大利亚长大 才使得张柏芝虽然看起来是青春玉女的形象 但其实内心十分大胆 有一种不管不顾的憧憬 张柏芝与谢霆锋 在2002年短暂相恋后分手 张柏芝也在采访时坦言错爱 然而二人的纠葛并未就此停止 2006年 张柏芝与谢霆锋在采访时 公开承认二人复合的消息 同年与菲律宾完婚 此后 张柏芝也是为爱隐退 专注于家庭 在婚后五年间 为谢霆锋生下两个儿子 谢贤作为老公公 自然是对张柏芝十分满意 在他看来 张柏芝又漂亮又顾驾 学历高见识广 还为谢家生下两个孙子 自然是千好万好 谢贤不止一次公开表示 张柏芝是他唯一承认的儿媳妇 自己百年后 财产要全部留给他 然而张柏芝与谢霆锋的婚姻 也没有看起来的那么美好 什么坏小子终被玉女收服 浪荡子也有回头的一天 这些都是如人饮水冷暖自至 谢霆锋与张柏芝 内心都是比较疯狂大胆的人 敢爱敢恨不计后果 张柏芝婚后愿意洗手做羹汤 操持家务 为谢霆锋生儿玉女 谢霆锋却仍是那个叛逆十足的少年小伙 在婚后仍然不管不顾 二人观念多有不合 又都是强硬的性格 六年的婚姻惨淡经营后 也是离婚收场 谢霆锋出生于艺术世家 父亲谢贤是香港影视界 数一数二的老前辈 1953年就开始进入演艺圈打拼 经典作品无数 更是荣获香港电影金子金奖 终身成就奖 地位超然 谁见了都要恭恭敬敬 叫声前辈 母亲是香港知名美人迪波拉 是香港70年代第一位港姐冠军 亚洲小姐冠军 美名在外 是无数人的梦中女神 有过一段伤心的感情经历 最终与谢贤组成家庭 生下一儿一女 谢霆锋本人也继承了 父母亲优秀的外貌基因与才情 不仅小小年纪 就出落得十分帅气 更是演技精湛 歌喉动听 他在15岁时 就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首歌 16岁正式出道 17岁首发专辑 进军影坛 19岁爆火 不仅获得了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奖 也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入围 20岁参加央视春晚 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 说句天之骄子 也不过如此了吧 他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 见多了娱乐圈的纸醉金尼 对此不屑一顾 便对众人的追捧 养成了十分叛逆的性格 一出道就以离京叛道 大胆狂野而出名 他追求刺激 从来不顾及别人的面子 面对不想回答的问题 会直接衰迈走人 而也许正是这样的性格 吸引到了王妃与张柏芝 他们两人也是叛逆的性子 自然一发不可收拾 开启了长达20年的爱恨纠葛 三人之间分分合合 谢霆锋在两个女人之间摇摆徘徊 也许谢霆锋对二人都有过真实的爱情 但是最终 他还是选择了王妃 王妃也在几段失败的感情中 终于与自己和解 选择了遵从自己的内心 即使谢霆锋比自己小11岁 但他已经长成了一个成熟的男人 自己也不再是当初青涩的小姑娘 千帆过境 二人终于再次携手 张柏芝也不是那种为爱吃手的人 敢不顾一切的爱上 就也敢放手 如今他虽然四十多岁 但看起来还是那么美丽动人 他的美丽人生也从未停止 虽然三人都是一代巨星 但脱下华丽的演出服 洗尽千华 也只是平平凡凡的普通人 也会为了红尘爱恨或笑或称 也会为了心爱的人放弃一切 回首往事 不过是大梦一场罢了 毕竟爱情就像是一双鞋子 磨不磨脚 穿上去走走路才知道 在这段崎岖坎坷 跨度长达二十年的风飞恋 风之恋中 唯有一件事值得我们学习 那就是面对爱情时 既要无所畏惧 不怕外界唱衰 也不怕家人阻拦 只要彼此有一颗坚定地心 就不怕爱情会消失 也要敢爱敢恨 不怕受伤 爱就爱了 不爱就分手 哪怕最后会受伤 至少不会后悔 没有抓住机会 错失爱人 有证据 沉过来是